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映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读出Mongodb的文档 咱们上一期干的什么事 插入Mongodb的文档 对不对 今天咱们把上期插入文档 再给它原封不动的读出来 这是今天咱们的工作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支持点 用Node.js来读取Mongodb OK 现在马上进入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的内容 其实和前期都差不多 声明Mongod客户端 声明断言 然后数据库连接串 然后数据库名 连接哪个数据库 然后Mongod客户端 先连接服务器 然后断言 判断一下是不是成功 成功的话 打印一个log 然后咱们再打开 咱们要连的数据库 连完数据库之后 咱们要操作文章post的集合 所以使用这个方法 进行打开集合 然后咱们要做什么操作 今天咱们不是要读取吗 上一期咱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是connection.insert 插入 对不对 今天咱们用find 什么意思 读取 读取什么 大家注意 我这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也是Json对象 其实这个条件 这些知识 它都是mongodb的知识 不是node.js的知识 比如说除了mongodb 其他的可能就不这么写了 所以这个是mongodb驱动程序的 要求的写法 当然跟mongodb真正的操作 是写法完全的一样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学习一下mongodb 我的另外一套视频 就给您专门讲解mongodb 好咱们看一下 我打开了post这个集合 然后去取一下什么 取一下tag等于name 或者说标签等于name的 所有的文章 把它拿到手之后 判断一下是不是出错 没出错的话 在控制台输出符合条件的 所有的文章 然后关闭连接 这就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内容 非常简单 咱们马上运行 说干就干 稍等 我这起个名字 咱们还叫mongodfunk.js OK没问题 mongodfunk 就是蒙古函数 对不对 这蒙古跟蒙古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还真是我这个蒙古 用了那么长时间 这蒙古的名字 由来我还是真不知道 有时间我调查一下 再分享给大家算了 好我看一下 两件事要干 第一安装驱动 第二设置IP IP我已经设置完了 咱们只要安装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好那咱们马上安装 咱们再安装算是第三次安装 试一下 我开一个控制台 然后敲 npm 哎我怎么还敲俩n npm install 控格 mongodb回撤 是安装mongodb的数据库驱动程序 安装成功 然后呢 马上我要执行咱们的程序了 取到tag等于name的所有的文档 咱们在取之前 先看一下数据库 看一下啊 我现在连的就是mongodb的数据库 然后咱们用db.posts.fun 大家请看 写法跟我的这个node.js写的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然后我这地方也是一样 加上一个 哎呦 算了 这我拷贝吧 因为我这个键盘 一文键盘 我本地是日文键盘 我的虚拟机是一文键盘 所以有时老冲突 我拷贝吧 这个写法跟node.js写法是完全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node.js跟这个mongodb的新闻性特别好呢 我是非常的佩服啊 大家请看 这写法是不是跟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点饭的 然后是tag and name 点饭的tag and name 完全一样啊 好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里面有12345条记录的标签都是game 换句话说 一会儿咱们在node.js段 也会取出相同的五条记录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下 我把这个窗口放大一些 好 试试啊 我直接敲 node.js控格 mongol.funk 回撤 哎 大家现在怎么样 怪物猎人出来了 指费马里奥出来了 信长出来了 塞尔达出来了 我爱马里奥也出来了 跟咱们这个渠道数据完全一样吧 而且呢 它的编码的写法 大家注意看 跟mongol控制台的写法也是完全的一样 所以说node.js和mongol.db简直是完美的匹配 完美的结合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是非常喜欢mongol.db加node.js的开发 有机会呢 我再给您讲一下这个mongol.db网页网站 如何动态的生成 如何动态开发 这是我今后的课题 会给您做相应的视频讲解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天仅仅是一个取出数据 但有朋友说 更新怎么做 删除怎么做 这个其实是mongol.db驱动程序的使用方法 这个呢 您请参照我上上期给您的那个网址 那个网页 里面会对这个具体的操作呢 讲得非常的详细 而且呢 就光这个更新里面的这个option选项 就多如牛毛 我希望您能够读下的文档啊 不过有机会 有朋友说 你还是给我讲讲吧 您给我留言 我呢会给您做详细的讲解 也可以啊 好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跟优酷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